没有永远的盟友,只有永恒的利益,可以说,这是大国合作的本质。 然而,美国却强按牛头去喝水,没想到差强人意。 本以为,美国的命令还能像以前一样管用,没想到不光是荷兰不理睬,就连日本都开始造反,甚至阿斯麦扬言都要搬出荷兰。 美国的芯片联合打击终于要遭到反噬了吗? 强倒众人推,破骨万人锤,美国的盟友也开始要跳反了。 既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,可以说,这是美国一贯以来的做法。 然而没想到的是,美国终于迎来了反噬。 近日,根据相关的媒体报道,美国又开始做药了,而且还是联合四国共同对我们的芯片产业发动打击,然而没想到的是,此次四国的反应更是一反常态,不但不积极表态,甚至还和美国唱起了反调。 作为美国最中心盟友的日本首先站出来反对。 而且是日本的经济产业大臣直接表态,日本,不考虑进一步限制芯片设备的出口。 可以说,这就是赤裸裸的背叛。 因为我们都知道,美国想围堵我们的芯片产业,光靠美国自己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。 因为美国占据的只是尖端芯片的核心技术,并没有完整的产业链。 而想彻底地封锁中国的芯片产业发展,就需要从原材料以及设备、技术方面全部下手。 而美国却只占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,可以说,美国并不比我们的芯片产业强多少。 所以一直以来,美国都是施压日韩和德等国家对我们限制出口,然而这样就真的能够围堵住我们吗? 其实并不能,根据最近的信息显示,我们在今年1到2月份的出口中,半导体出口更是达到了两位数的增长,可以说,这是非常不错了。 而且别忘了,去年华为的回归,至今美国还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,到底是谁,更是如何做出来的呢? 都没有,而更多的就是猜测。 而我们都知道,市场就是这么大,如果西方国家不去吃那我们企业肯定会去,毕竟利润在那里放着,谁又会和钱过不去呢? 俗话说,党人钱财如同杀人父母,美国既不能给予这些国家更多的好处,还要让人家配合美国来围堵,而且这样的联盟本就比较松散。 再说了,首先受伤的肯定就是日韩和德这四国,因为他们刚好挡在了我们产业升级的道路上。 要么合作将中国的芯片产业彻底地绞杀,要么就只有投降一条路可以走了。 毕竟过去的家电等产业已经证实了这条道路,那就是和中国在产业领域打擂台,最后都是以失败而告退。 而且,这里不光是日本表示不再跟随美国的步伐,就连阿斯迈都开始行动起来了。 而且,阿斯迈直接告诉荷兰当局,荷兰当局的营商环境不利于阿斯迈的发展。 阿斯迈准备搬走,而法国将是其考虑的地方之一。 这就是明白告诉荷兰,如果荷兰再继续跟随美国走,阿斯迈将搬到不受美国指令的国家。 可能会有人说,法国就不受美国指令了吗? 如果将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较,法国近年来的表现确实还算可以。 毕竟,法国一直有一颗独立自主的心,而这也是我们所期望的。 所以说,强倒众人推,破骨万人锤。 美国已经不是曾经美国了,而这些国家在美国强势的时候,是美国盟友。 当美国失势的时候,他们自然就会做出正确的选择。 毕竟,谁硬他们跟谁是古往今来不变的道理。 谁是我们的敌人,谁又是可以团结的朋友,可以说,这是很关键的问题。 而今天在中美博弈的当下,如何团结更多可以团结的力量是我们取胜的关键。 过去在中美博弈的时候,美国联合多国打压我们,可以说,气势很足,但是底气却有些不足。 因为我们都知道,虽然各国团结美国的左右,但是各国却有各国的打算。 而且我们都知道,因力而聚,无力而散这是很正常的情况。 今天的美国还能聚其四国给他们分享足够的受益吗? 光刻机需求量以及半导体设备和材料最大的需求国就是我们,断了我们的生意。 他们还有其他的生意可以做吗? 而且最为关键的是,我们的产业链建设速度比他们任何国家想到的都快。 而且,华为Mate60的回归更是证明了这一点,那就是要么合作,大家一起发财,要么我们独自发财。 而今天,他们还有更多选择吗? 在利益面前,到底是选择为了美国的道义为美国殉葬还是和我们合作践行,合作共赢的理念呢? 我想他们都是非常聪明的,毕竟没有谁会和利益过不去。 而这也就告诉我们,投降不是出路,坚持斗争才是出路。 今天的美国盟友的跳反就在告诉我们,他们只认拳头,只认实力。 当你对他们的利益产生威胁的时候,他们自己就会做出最正确的选择。 而不用我们朴口婆心地去劝,言语的规劝和批判往往没有实力和武器的批判更加有效。 而今天美国的遭遇也在正式一点,那就是霸权并不是万能的,虽然看起来很辉煌,但是倒塌的时候也是非常快的。 要想走得更远,就需要让大家都得力,只有利益才能凝聚更多的力量,团结更多的人心。 今天世界的格局的底色就是中美博弈。 虽然看起来美国的盟友很多,但是关键时刻盟友反而是跑得最快的。 所以,在中美博弈的当下,只要我们坚持问题的核心,那么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国家做出正确的选择。 谁赢他们跟谁,这是一切根本。 只要我们在中美博弈中取得优势,将会有更多的国家做出正确选择。 50比0,美国全票通过一项提案,强制中其玻璃在美业务,否则封禁,一心想要在涉华议题上搞出大新闻的美国反华政客。 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,日前公布了一项专门针对TikTok的限制法案。 根据美媒公布的信息显示,该法案要求TikTok的母公司在165天之内剥离其下在美国的业务,否则该软件将无法在美国境内的所有应用商店上架。 依照目前最新进展,该法案已经在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以50比0的压倒性票数获得通过。 根据流程,众议院将在本月11日对该法案进行快速投票表决。 消息一出,立即在美国舆论厂引发轰动,大量的TikTok用户纷纷纸致点国会众议院的办公室,要求他们听取选民的声音,投票反对这项法案。 值得一提的是,作为这项法案的发起人之一,加拉格尔此前已经明确表态放弃众议院连任,但如今加拉格尔又在国会内部大张旗鼓的四处游说拉票,所图的恐怕不仅仅是留下一份毕业成绩单,更多还是为今后的政治生涯铺路。 但即便如此,加拉格尔力推的这项法案若想成功落地,还要经历几道门槛才能过关。 首当其冲的就是汹涌的民意,TikTok此前在美国国会接受过多轮质询,而国会议员们的表现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。 对科技的不理解和迟钝,让许多美国民众感到愤怒,至于所谓的威胁美国国家安全,更是被美国民众批判得体无完肤。 当前,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已经提前进入到快节奏模式,美国两党虽然都想掌握抗中保美的话题主导权,但并不是所有反中议题都能得到舆论公众的支持。 特别是当拜登自己都在不久前开设了TikTok账号,意图通过这种方式拉近自己和年轻选民之间的距离,以修复年轻世代对拜登政府持续军援以色列所带来的恶感时,用危害美国国安作为理由威胁封禁TikTok。 完全不足以说服1.7亿使用该软件的美国用户,甚至有可能会反过来进一步损伤拜登的支持率。 毕竟,TikTok如今在美国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年轻人娱乐平台,而是有大量的商家以此为生,封禁TikTok无疑会触动到这块蛋糕。 其次,即便加拉格尔提出的这项法案最终在国会层面得到了通过,也必然要接受美国法院的审视。 封禁TikTok所带来的一个结果,就是美国宪法赋予美国民众的言论自由权利遭到了剥夺。 事实上,美国法院曾经不止一次驳回针对TikTok的法案或者行政命令。 2020年,美国商务部下令在美国境内禁止下载TikTok,依据的是时任总统特朗普签发的行政令,但却遭到美国法院的阻止。 2023年,蒙大拿州通过法案禁止实体在州内提供TikTok下载服务,但是在不到半年后被法院驳回,理由是违反言论自由。 换言之,美国政客与TikTok之间的博弈,是发生在命令生效之后。 但就算是在最极端的状况下,美国法院没能驳回国会的法案,由此产生的舆论冲击,也将进一步撕裂本就难以愈合的美国社会,同时也让全世界看到,美国是如何灵活地诠释言论自由以及国家安全。 而一旦这种自觉坟墓的行径在美国政界形成了某种路径依赖之后,世界灯塔就将变得更加黯淡,直至土崩瓦解,成为反噬自身的武器。